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不如来到高sir定能量的时间了 小市民 鹏凌森 做实事 讲真相 今集内容将会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一中正棍在母亲节以暴力手段去贺全香港的老母 另外就是一个13岁的童工都可以做记者 政府是不是需要是时候去修管记者发牌机制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留言 赞好 订阅高sir的频道 记得按铃铃 节目开始之前 给大家看一条片子 说发生什么事 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说我们来追身 无意是要跟警方约定任何冲突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被濫捕或者濫捕的情况出现 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被人报 因为你们搞事 不过是要是你 就是你 你怎么样搞事 喂 什么什么叫做分不合理 什么什么 我说给你社会 你们知道哪些 说完了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得搞事 这些人阻止人家阻止人家阻止人家阻止 为什么要在这搞事 你自己搞清楚 你有没有要解清楚 相信大家看完片都十分气愤 而且在今早做一早就收到 话说今天整个贺老母的活动多区都发起搞事 我们先回顾一下 先由吴敏仪和一众深水埗黄思区议员 包括不做事的何启明 因为我是区议员 所以我可以引证他真的不做事 选举前才会看到的 例如是未来立法会选举了 又见他铺头发 好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样说 去年至今黑暴事件影响 跟着加上就是疫情影响严重 当然饮食业受当其冲 很多饮食业都顶不住的嘛 我常说黄思郑棍吃人血饭头 这句话大家都相信很认同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职工盟当日在黑暴事件里面提枪三罢 叫人罢工嘛 是吧 就是罢工 他不会考虑那些工友会不会没有那份工啊 是吧 跟着啦 喂 经济受到这么大冲击 喂 很多时候企业都未必顶得住啊 是吧 顶不住的时候 喂 放无薪价 或者放一些的恶果啦 有些恶果 喂 跟着啦 这个时候他们又出现啦 又叫那些僱主喂 不应该炒员工 喂 大佬啊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喂 你们出粮给那些员工啊 你们给那些钱给企业啊 是吧 就是那个啦 今天母亲节就由他们打开序幕啦 一中呢 一些正棍呢 就带来一些疑似失业工友呢 就去到库林 啊 就是讲讲母亲节 啊 酒楼通常最旺啊 因为呢 通常做孝子孝女都会带来妈妈去喝茶 醉天伦啊 但是呢 这帮正棍呢 就是不惜廉耻啊 就是去到酒楼呢 就是去搞破坏 那当然 刚才那条片呢 啊明sir啊 就带来 就是去到库林 讲真相 那当然啦 就是去到最后 喂 一帮这样的黄丝正棍啊 当然是不知廉耻地啊 就是有些人闪开了 没有盐目啊 高sir在这几天呢 都有经过微夫 也都见到肥婆啊 死肥婆啊 吴敏仪啊 就是那个 鼓励 鼓励职工罢工 但是呢 又 讲着 真是失业了 接着 只是说 我尽力帮你 尽力帮你 大佬有用吗 是吧 就是传闻当中啊 就是职工文将会在立法会选举呢 都会有一些的参与的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何启明也是啊 另外就是那个展开序幕之后啦 喂 讲真 母亲节最天伦的嘛 哇 跟着呢 就在各大商场那里呢 商计呢就展开一个战团啊 第一就包括在太古 尖沙咀 屯门 荃湾 沙田聚集 跟着呢 大喊口号 大唱港独歌 啦 兼够呢 到夜晚呢 去到旺角去倒路啊 哇 真是 直接是呢 一帮政棍呢 不知廉此地啊 就是以暴力呢 就喝光全港的老母 就是在一个 我们讲的 母亲节那么神圣啊 我也想叫神圣 那么伟大的节日 哇 真是 摆明是超级素兴啊 就是 摆明呢 就要令到呢 你这帮市民呢 过不了母亲节 跟着 商户做不到生意 是吧 跟着 将个民粉推在政府身上 也是啦 另外一回事啦 另外就是 再次去围着黑暴事件 黑暴运动 去再做一个启动 迎战立法会选举 哇 各位市民 忍不忍得住 忍不住的 高sir奉劝大家 真是要出来投票 还有呢 参与高sir这个醒目选民行动 就是那个我们用我们手上的选票去踢走政棍 是吧 记住哦 母亲节是其中一个节日而已哦 喝完老母下个月就喝老爸了哦 喂 各位老爸们 忍不忍得住气啊 忍不住气 就是这些这样的大时大节 喂 大佬让人休息一休息啊 你不要再继续玩啊 你连这些节日都玩的话 就是说令到我们过不去啊 是吧 啊 还有政治宣洩 喂 你要是去礼宾府啊 要是去解放军营啊 啊 你又不敢去 又没有吉士啊 你这帮黄尸啊 你这帮黄尸正棍 有种上去北京啊 啊 也不敢上啊 啊 啊 真的是只是政治宣洩啊 啊 就是点点年轻仔出来去冲啊 啊 啊 就是完全真的是 哎 我告诉你 等天收啊 这些 另外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最令高sir吓人的就是,过往我们可以看到 全香港有多少传媒,是不是? 不是很多传媒的,其实子媒,网媒,其他什么媒什么媒 喂,其实注册的,在记协去名单,其实都不多的 但是为什么,出来的记者全部穿反光衣这么多记者 曾经有一幕就是,几十个防告警察,竟然有百十几个记者围着他 哇,记者多个暴徒,在那里,哇,令人有点质疑 非常质疑,不是有点质疑 另外就是今天,喂,竟然警察发现了个13岁的记者 哇,即是夸张到13岁的记者是什么操作呢,大家认为 首先,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的 今天就在和你唱的时间,在尖沙咀海港城里面 那,警察就发现了一位,啊,13岁的记者,那这位呢 这个媒体叫,心学媒体哦,心学媒体,去读中一 哇,就是在想着,喂,这个是什么叫媒体呢 第一,什么媒体,第二,将记者证是谁发的呢 发记者证的,现在只有记协的,喂,记协发记者证给童工 大家看清楚,他那张记者证还是会员证 但是为什么他是会员呢,13岁的哦 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合法年龄呢 是吧,18岁基本上才是合法年龄,我叫童工都16岁啊 为什么13岁可以当记者呢 令高sir有些质疑,喂,政府是不是时候 也都需要去做些事情呢 例如,假新闻,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了,打击假新闻 是吧,第二就是呢,监管法牌制度 喏,我高sir给个例子,就是呢,我们讲物业监管,就是物业管理啊 喂,他们都有物业管理监管局啦 喂,政府,喂,应该一定要去成立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新闻工作者,或者新闻从业员监管局啦 由他们,即官方啊,政府啊,去发记者证啊 不要再让记协这些胡乱呢,根本上就是反政府 或者是一些美国的恐怖分子,去发记者证啊 哇,大佬,喂,公信力,一向大家都质疑的啦 喂,大家都不执啦,喂,参考物业监管局这个制度啊 就是我们呢,从这个官方团体去发记者证,起码有公信力一点啊 另外就是第二,社会运动,喂,你记者不是无敌,不是大了嘛 一些社会运动,你必须要向警方啊,就是去申请一个记者的,我叫记者的背心 那位记者的手带,喂,去确认给你approve在那个现场那里去采访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建议,是吧,我们不能够去无止境地呢 去被这些这样的无牌记者啊,去运了进去 就是试图在一些呢,就是那个混乱情场或者警方执法的时候 去阻止警方执法,是吧,那接着或者是做新闻 这些我们一定是不执的,那当然,大前提的就是呢 我们现在立法会,就是去到那个最后的阶段了 就是来活即存着很多的议案,我们要去批 还有呢,就是说的23条,我们都要去力推嘛,是吧 我们尽最后的努力,那当然,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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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sir都在呼吁 就是希望呢,就是那个,大家去支持成目选民大行动 因为呢,我们真的要踢走正棍,真是忍不住了 喝完老母,下个月又喝老爸,跟着呢,喝了儿童,什么都喝 喂,顶不住了,大佬,商户的愤怒,市民的愤怒 喂,哇,高sir也都十分愤怒 就是我们一人一票,吃酒班死正棍,好吗? 今天高sir正能量呢,分享到这么多,轻日再和大家再分享 希望呢,明天我们不会再那么愤怒,就是形式那个愤怒 明天呢,再理性一点,但是,都是吃酒定棍 到最后,记住订阅,赞好,和分享高sir的频道,好不好? 拜拜!